文化APP 台湾新住民 这个阮金鸿呢 就花了四年的时间 追访了四名 合法入境之后 潜逃的越南移工 完成了再见 可爱陌生人的纪录片 希望呢 社会可以看见 这群不被看见的人啊 而节目呢 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金鸿 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啊 跟我们分享 他的拍片心得 哎 金鸿你好 呃 主持人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金鸿 是 金鸿 其实你到台湾 已经多久了 呃 我两千年来的 所以大概快十七年 哇 十七年的时间 OK 好好好 好 不过这其实 不是你的第一部作品 对不对 作品是应该算第二部 第二部嘛 对对对 哈哈 因为我看了一下资料 《施婚记》是你的第一部作品吗 你拍的是自己的故事 呃 就是一样 同样的新住民姐妹的故事 是是是 包括有我在内 要分享一下吗 那个时候 呃 怎么会 做这个导演这件事情呢 怎么会这个 拍起纪录片呢 呵呵 呵呵 其实呃 呃 呃 我的背景跟拍纪录片 是完全无关的 嗯 因为我是 小时候是呃 农村长大的小女孩 嗯 可是因为 呃 后来 呃 来到台湾之后 后来第一端婚姻就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离婚了嘛 所以后来我走第二次 那从2008年就跟 现在的先生的老公在一起 是 那是因为她的 她的专场是纪录片 嗯 嗯 嗯 在那边哭 被土地被征收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 我会连结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 那你觉得这群老人家 他在台湾那么多年 然后那么老了 还被征收土地 那我们的外来的幸运民跟一共呢 就是我有这样子一个疑问 然后我希望用怎么样的方式 可以传达上他们这样的 一个简单的故事 所以后来我的动力想要拍片 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 让台湾社会看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处境 那所以第一步我才努力去写派 纪录片就是试问机 那试问机其实这几年 从2012年出来到现在 还一直被社会的肯定 包括教育方面的 就是一直要 就是要乐去分享这样 那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 是 然后后来我想说 同样的同胞 可是身份不同 从幸运民跟移工的 其实身份不同 可是大家都有不同的庆库这样 可是现在的政府 都一直要努力推动 就是对人文化 然后很注意的 幸运民的这个议题 可是移工 其实目前还没有被看见 尤其是非法移工 所以我希望就是 透过这样的影像 可以去推动 然后宣传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这个宝岛 这个土地上是有可爱的外人来这边 这样子我们要多认识他们 是 你要去找这些移工的时候 会特别顺利吗 或者是说还是有些困难 会比较困难 虽然我是他的同胞 可是因为 可是因为新人的关心 然后可能我的背景 跟他们不同 然后他们也不太知道 我在做这个到底要干嘛 尤其是在拍那个 在法的时候 更不好拍 因为他们是影响的身份 所以他们会担心说 我们这样子 不要做拍了 我们只要跟他走在一起 他们都会紧张了 是 那你们后来怎么样 怎么样取得他们的信任的 后来是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 一起工作大概一两个月 然后我让他们知道说 我在台湾 我同样是越南人 可是我用不同身份来台湾 我是嫁过来 你们是来工作 那其实我们来这边 都会有一些被教育的问题 这样子 那我会慢慢就分享我的经验 然后我在做的事 让他们了解 所以后来他们就知道 原来金鸿是在帮我们的 所以后来他们就比较放松 跟我在一起 这样子 OK 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 还没有看过这部纪录片 对 可能不晓得金鸿 他这个讲的 这些越南移工的对象是 是谁 或者说他的身份是什么 金鸿是不是能帮我们讲一下 你们当初就是已经有 这个拍摄构想的时候 你们怎么找到这群 你们想要拍摄的人 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要拍 只是我认识他们之后 一起工作的时候 那我才慢慢跟他们聊的时候 他们才讲到他们那些的委屈 他们的辛苦 是是是 对 然后其实这些东西 我完全没有经过的 我来这边的 跟他们的身份不一样 是 所以我被遇到的 跟他们遇到是不一样 所以当听他们讲完之后 我才想到说 我是要怎么样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呢 那我到底要去写文章吗 还是要去办活动吗 可是我觉得这个超率有效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用影像 因为影像是初度 然后呈现出来 然后再处理后制 对 所以最自然的呈现方式了 对 没有很刻意的就是说 我访问你什么 问你什么样的问题 没有没有 不过刚刚静宏讲这个东西 让我很惊讶 所以你不是说 先有了拍片的想法 才去跟这群移工在一起 而是说 先跟他们一起工作了 觉得他们需要被帮助的时候 你才有拍片的想法 是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我当时听他们讲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我其实还没有认识他们 还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是 我就跟台湾人一样的刻板印象 就是台湾人 最早就是认为 我们是嫁过来 新住民嫁过来这边 去因为要钱才嫁过来 然后移工也是非法 他们都会叫什么逃跑 逃跑外老 可是我觉得 他们逃跑为什么 跟清一鸣姐妹离婚的 是为什么 一定有缘运的 那你不去了解 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人家这样子 那么辛苦跑 你有为就跑出去 那么好过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这种 就是传 帮他们传达 然后也希望协助台湾人 更了解 这群人这样子 所以任何的事情 都应该是有原因的 应该要深思这个问题背后 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样的 这个事情 应该是要被解决的 但是我应该问一下 拍摄的过程当中 除了您说要取得 他们的信任之外 那还有什么样的事情 是你觉得比较困难的 可能是面对 就是他的同事 他的同事有台湾人 还有他的 雇他的雇主 雇主 对 因为其实他也不是说他雇主 因为他没有稳定的养他 老板没有稳定养他们 可是偶尔叫他们来打工而已 可是我觉得 因为他老板很清楚 今天他找这群人是被罚的 不合罚的 所以老板还是会担心 如果说被 被发现 那老板有可能被发 罚钱 是 所以我 所以我还要面对这群人 然后还要就是解释 跟他们有好的关系 这样 那雇主都愿意让你访问吗 或让你拍摄 其实我不用 特别访问 我觉得 一共在这边的画面就可以了 但是他知道你在拍摄他们吗 后来就是让他们知道 所以 其实还是 中间还是有不顺利的时候 其实我中段 例如什么事情不顺利 就是我的主角 他其中一个 在2012年的那年 扩年的时候 他被密报 他被密报的时候 被选送回越南 那当时我不在台湾 我也是在国外 在越南 所以那时候 老板就认为说 是不是我跟这个主角 关系很好 假设这样 然后 我老公吃醋 认为我跟主角是一腿的 对 然后就是老板 老板认为说 是不是我老公乱报 这样子 可是其实老板 他自己编剧 他自己乱讲 然后他会告诉 我这群义工说 你不要跟金鸿接触 就是 他会 他会跟你们在一起 会害到你们 他会带警察来抓你们 或者这次你看 这个主角 那个谁 阿夫 他被抓 是因为他老公 密报的 之类 然后所以那时候 大家心情都很不稳定 不好 所以 就是我就不太 不太愿意 再去找他们 这样 我停了大概一年左右 所以一年的时间 没有再继续拍摄 对 然后后来就是 主角他们 就是影片里面的 其他的 兄弟姐妹们 他们自己主动跟我联系 是 然后他们就说 你不要 你不用担心 我们是因为很清楚 你这个人 我们才跟你在一起 不管是他们讲什么 无所谓 所以 然后他们都一直要我 就是要去找他们讲 然后来我就放松一点 我就继续拍 这样 对 其实有的 影片里面的主角 他还是会担心 因为毕竟他还是 帮那个老板工作 他赚钱 所以他还是会听 那个老板 对 你们后来有跟老板 达成一些某个程度的共识吗 即使后来 我有面对老板这件事情 对 因为后来我去拍 然后老板不知道我来 可是他有听到我要来 那时候来的时候 我们就 我跟这群一共就有一个安排 就是看老板的态度 所以我就 一共叫我先躲起来 然后看老板他怎么样的语言 这样 那果然他真的是一个 不友善的老板 哇 那怎么办 他就在 我在里面 然后一听而出 他就说什么 金铜有没有上来了 那你们不要让他上来了 那个什么 他会带警察来抓你们 然后你看 那他老公会密报 怎样怎样 然后后来我就听到 我就想说 我为了我这个移工 这群一共而让你 而不是说我今天是怕你 然后后来我隔一天 就要 我真的要面对他 我就清楚地问他说 老板你的 当时你的移工被抓的时候 我们出面帮你处理 说你没有雇的 让你不会罚钱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是一直要帮我的同胞 你怎么可以跟他们讲 我这么多坏话 我觉得人不好之类的 然后我就说 你知道你这样 我可以去告你吗 是 然后后来他说 那没有啦 过去了 什么都不会啦 怎样怎样 所以他就退了一步 后来他就是没事 然后后来第二次 我们来的时候 他对我们都很好 然后一直跑来我家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 讲话一直变 就我尽量就是 不要跟你互动 就尽量不要这样 对 所以这个拍片的过程 还是有一些心酸 有一些问题 必须要去克服跟解决的 对啊 OK好 但是这些移工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故事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这个节目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现场 在地新闻 全球大事 不同语言 多元事业 1422台湾台 从早到晚 给您最多样化的台湾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狗部电台台台湾之音 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 文化APP 好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个主角呢 是再见可爱陌生人的 纪录片导演 阳金鸿 那您现在所听的这首音乐呢 就是这个纪录片之间的 这个歌曲 金鸿 是不是能帮我们 介绍一下这个歌曲呢 这个歌曲的 家乡的人也是移工 然后 这个移工 他是合法的 业在宝岛 手牵手的车团的成员 对对对 然后他们都 这个车团 他本身就一直协助 在台湾弱势的移工们 然后当时是因为 他们就很会玩音乐之类的 然后他们也一直讲 替移工讲新声 那我当时我们也认识 那也请他就是写歌诗 然后可以代替唱 因为《刺婚机》是我自己强 可是移工 我希望就是由移工来唱 会比较有味道 对 会比较动人 对 然后我觉得 因为他们自己的经历 他们才知道他们的辛苦 那其实歌诗的内容 大约就是在高山的夜晚 然后他们就是心里很委屈的 这样 然后就是很期待的 就是来台湾赚钱 可是因为赚不到钱 然后就是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了解他们 然后可是还被一股债 这是大概这样的意思 不过讲到这个纪录片 呈现的应该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问题的焦点了 今天我们所要呈现的这个纪录片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为什么移工要逃跑 您的观察呢 对 我觉得为什么移工要逃跑 其实有原因 就是第一个他来台湾的终结费过高 是 然后来台湾的工作收入不稳定 就像我的九角里面 我第一个镜头在跟他问了说 你来台湾在工厂时候 一个月多少 他说几千块 是 对 可是他们其实换算好 假设他今天赚一万块好了 他拜两年 因为他们最早是 现月好像两年 那其实 大概他可以延后一年 就等于三年 可是两年的之后 才大概二十几万 对不对 可是他败款来就二十几万了 哦 是 那是不是要两年才能拿来 所以两年就白做了 就是 对 然后要辛苦 嗯 然后要被 被债这样 嗯 那可是他们本来就想要 好 我知道我来台湾是很辛苦 我愿意 嗯 可是我能 我能赚到一点钱来 回去改善我的家庭 是 我要养我的家人 嗯 对 可是 他当初他来的时候 跟来这边做的时候 完全是不一样 啊 所以 为什么要选择逃跑出来 我逃跑出来当然是具有 可是我过得很辛苦 是 对 就像他们动躲去躲 然后警察都一直抓 有没有 可是 我在讲就是 嗯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问我说 哎那你为什么不要去派那个中介公司 什么这样 好 其实因为问题还是在中介费 嗯 没错 听起来是 嗯 那我我再提醒大家说 这个是我 我我我能做到的 好 就是我用影像去派他们去记录他们的画面 他们的生活让你们知道 然后大家去思考 然后大家一起去讨论 好 就是去去想到底是我们台湾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协助这群移工 嗯 怎么去处理好 就是中介这一方面跟政府好 我们要怎么去协助 而不是说我的记录片出来就是完全你什么都看到 是 因为我的记录片不是字典 嗯 你说犯就马上有 嗯 所以很多朋友在问我说你干嘛不去派 我当然说可以派 可是派的时候人家有 中介公司当然有一套的说明 嗯 对 所以我没有特别的去派这样子 OK 我了解 不过那个金鸿你刚刚提到这个部分 我可以再问吗 就是说 这个中介费他收得非常高 可是就是说这群移工来到台湾工作之前 他知不知道他来到台湾每一年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就是刚开始就是中介公司都会告诉你 你来这边基本工资 好 就是可能两万一 是 然后 然后那个你稳定的收入 然后加班你每天一定有几个小时的加班 是 对 可是我在想说他在讲这么好听 可是来这边有时候都没有工作呢 有时候甚至礼拜六都没有啊 落差 那你们要加班 是 然后第二点 基本工资好 那台湾 台湾人我领基本工资完之后我还被扣什么吗 没有 可是一共就不是了 一共要服务费 租书费 保险费 好 然后各种的 好 就是 就是你看那这样子扣上来 如果两万一套 这大 下来他们领大概一万五左右 是 如果最多的话 正常常办 那这样也是你有拿到前面的两万多上中介人讲吗 没有 那杰群人认为说 诶 这样基本工资就很OK 他认为说我可以死领耶 嗯哼 对 他不这样还被扣那么多 然后还要吃饭啊 是 对 然后包括现在移工 我现在有很多移工朋友在我身边 嗯哼 包括他现在一男生哦 嗯哼 工作很出重 包装 铁的 那种 那种什么 汉的 汉铁那些 是 包装都有 那每个月他领基本工资而已 嗯 然后呢 他领一万五左右 甚至如果 那个月他被去什么健康检查之类 他又被扣领到一万三 哦 天哪 OK 对 所以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压力很大 嗯哼 我是一个男人 那我在这边辛苦 然后待着一个月 然后我这样领一万三 对他外人来说 太少了吧 是 然后他们要一两年 两年三年后就要回去 也不是一直待在这边 嗯 所以他们希望说 哎我已经来了 我是不是要设法 好就要逃跑出来 我知道是一定很辛苦的 嗯 可是我一定要利用这样子 我多赚一点钱 嗯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那么单纯的 嗯 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认为说 哎好像他们愿意逃跑出来的 其实他们是不得已 我觉得啦 如果说今天真的是 不管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只要他有犯什么案 对 那我觉得可以审罚他们 可是如果今天说 哎他逃跑出来 只是想要赚钱 那我觉得他也有对台湾的贡献 嗯 那我们还是 呃 方宽一点 你不要对他们那么严格 这样子 不是 仲介费这个问题 应该是要被解决的啦 对 也要被关注了 希望 再见可爱陌生人 这个纪录片啊 出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焦点费 摆在这个仲介费 这个收取合不合理这个上面啊 这个问题上面啊 不过那个 我一定要问一下金红 你们在跟这些移工接触的过程中 哎 有什么事情是你最难忘记的 呃 是因为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就听他们在讲 就是呃 虽然是他们过得很辛苦 是 然后他呃 他觉得赚不到钱 可是我有时候听他讲一些 就是太子圣战 台湾人是友善的 我觉得这点让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骄傲的 就是好像我的同胞都很搭放这样子 嗯 不会那么那么少气 就像好像台湾人就是 对你怎么样 然后你就一直批评这样 有时候就看到就是他们 就是我去拍一些画面 他们在躲警察的时候 是用那种触礁的来搭屋来 来住的时候 我觉得这点让我 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忘 对 就是他们度过的那种 就是逃跑 被警察坐的时候 跑到森林里面 然后呃 砍一些简单的树啊 然后呃 那种树架来搭屋 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有跟着他们一起 这样子走就是了 是不是 有我有去看 我有去看 所以我觉得我看到 我看到我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觉得 不要讲就是这边什么那种 那种什么狗龙寄龙的那种养殖 都很 就都比他们的好 是 对 那他们毕竟是人 然后看到这种画面 其实我就很舍不得 是 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多体验他们 其实很多他们的声音 就是你们台湾人都听不到 嗯 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听 是 然后或者政府也没有特别去去关心他们 所以大家一般的民众更看不见他们 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是 其实我都很清楚 他们有时候 我知道他们就是合法的 呃 以共团体他们就是办一些活动 就是要可以呃 宣传就是宣导呃 就是同报在这边呃 要注意怎样怎样 嗯嗯嗯 其实他们都叫好的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办一些活动很有益 可是变成是我们的媒体并都不知道 嗯嗯嗯嗯 没有去没有人去报 是 那如果说我相信如果有台湾媒体去关心去报的话 还是对台湾的社会还是有帮助 对 在你接触他们的过程当中啦 嗯嗯嗯 这种东躲西躲的这样的日子 对他们来讲 每一天当然都是很痛苦的 嗯嗯 他们现在最大的梦想或是最大的希望 你觉得他有跟你分享吗 嗯哼 呃 其实他们都不贪心啊 是 就跟他们 呃 问他们就是 因你有没有希望什么啊 是什么梦想 他们都一直希望说 我要真的 我离开家了好几年了 我希望就是在这边顺利赚了几年 呃 让我还栽 然后让我的小孩可以读书之类 就是我的主角里面的说 然后呃 我赶快回去 呃 就跟他们在一起这样 因为小朋友一直想他们 是 他们最长有多久没有回到家了 呃 有的七八年 七八年没有回到越南了 对 已经八年有了 是 对 那就像我的主角里面 有一位姐姐 其实他 他自己的儿子 他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孩 呃 女儿 是 然后儿子结婚了 他也不能回去 嗯哼哼 所以 当就有一个儿子要 要要结婚 可是这个婆婆也不在上 所以 我觉得他应该是都一辈子 很难过的事情 OK 他也很遗憾 是 对对 好 无论如何 现在这个越南的移工的 这个问题 呃 真的很值得我们台湾 这个政府来关注 因为根据统计 每一年的仲介费 多达两百多亿 但是死亡失能的这个移工呢 就超过有五千七百多人 那但是这些人呢 因为好像没有台湾的选票呢 就没有被关注非常多 其实他们都是应该要被照顾的 因为他们为台湾所创造的生产力 是非常高的 那这些都是应该要值得关注的事情 那这部纪录片好像后面 还有26号会在台中播出 是不是 对3月26号就是那场 我就是针对让移工他们来看 是 哦是是是 然后一般居民都可以参加 这样子 反而我们都排到四五六月都有这样子 哦还有四月到五月 还有六月都有都是了 对那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的粉专 哦是是是 就是打再见可爱莫生人 就会看到我们的情绳这样子 OK好 对对对 可是目前我们要公开 是是是 就是可能是没办法放在网路 或者在电视上去公开 因为主角还没有回去 所以我们没办法公开 要保护他们 好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到现场去观看这个纪录片了 好OK 对对对 这共襄盛举OK 去了解这群人 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需要 以及他们值得被照顾的地方了 OK 好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金红哦 也谢谢金红的分享 希望你这部纪录片 真的可以引发一些讨论了 OK 谢谢金红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